在台中有一名30歲的年輕太太 她竟然火同了外遇對象 設了一個局 在老公的咖啡下毒 殺害老公 我希望他能處於畸形 死者弟弟痛訴 姚姓夫人手法凶殘 竟狠信聯手小汪殺害哥哥 常常拿著電話 說電話 一直講到萬五 而且是到旁邊去說 可能是習慣性外遇 30歲姚姓夫人先前和同一名男子 結婚四次 禮婚四次 這次和57歲原姓男子再婚 原本一開始生活甜蜜 沒想到又再重蹈覆轍 原姓男子原本希望妻子可以回頭 母親節當天帶妻女 到苗栗西湖度假村遊玩 沒想到竟被稚親聯手小汪 在飲料裡下毒 原姓男子昏迷後姚姓夫人和陳姓男子 就將他再往新竹殺害 還盜領他的存款 警方最後在兩人的租屋處附近 巡獲他的骨骸 警方口中的陌生男子就是死者太太的外遇對象 家屬接獲原姓男子的二號難以接受 最後他竟是被整邊人聯手外人殺害 記者苗栗台中綜合報導 十二號晚上九點多 新竹物流的連結車呢 在開到台六四線五谷路段的時候 可能開太快了 居然擦撞了護欄整輛車翻落高架橋 駕駛被拋出車外傷重不治 只見眼前連結車車體一撐一團廢鐵 駕駛被拋出車外消防禁機進行搶救 大批警銷道場來回搜索勘查 是否還有其他人員遭波及 現場碎片噴飛四散一片狼藉 十二號晚間九點多 一輛新竹物流連結車 行進台六四線五谷路段時 發生著驚悚車禍 五十六歲零星駕駛疑似在橋上 車速過快轉彎不慎 車體傾斜捧撞護欄 因此整輛車翻落五米高橋下 駕駛當場被拋飛 失去生命真相 送醫後宣告不治 陸擊民眾驚嚇停車 從橋上往下看 只見連結車車頭整個變形 驚悚墜橋 讓行進民眾膽戰心驚 目前警方已經聯繫家屬 也要進一步釐清事故原因 記者先問詳 黃玉蘭新北市報導 那麼疫情三級警戒嗎 台北市就沒有開放內用餐廳 只能夠外帶或外送 現在有店家就抱怨說 他們門口沒有畫線停車格 但是長期被路霸 以車換車的方式 把這個位置給站住了 導致要來外帶的客人 進出都很困難 這個陶家想說跟這個車主來談談看 結果沒想到 他說被怒罵恐嚇 據說這位駕駛六天內 是開三輛車輪流站位置 綠衣男子熟練把停在店門口的機車 往旁邊挪 再把休旅車停進去 但其實機車不是他的 沒有告知車主 也沒留字條 隔幾天他又來了 這回是換另一部車 餐廳業者出來請駕駛 把車停後面點 別擋到門口出入 偏偏駕駛不肯聽 雙方爆發口交 他就開始做一個咆哮的動作 然後也是用三字經問候我媽 我媽那個時候當時就被他嚇到 開始全身發抖 有點心悸 他就說我今天我愛移就移 全台北市我就是要佔你這個位置 我有好幾百台車可以做替換 沒關係啊你動我的車看看 我讓你的生意做不下去 我讓兄弟來 疫情三級警戒 台北市目前依舊不能內用 韓國料理餐廳只能做外帶外送 顧客上門取餐 但門口車位剩不到一半 店家指控一名羅姓車主 長期用以車換車的方式 佔用沒有化險化車格的免費空地 六天換了三部車 疑似不滿勸說還恐嚇店家 業者報案提高 已經構成了恐嚇 還有強制罪的部分 那我也去做警察局那邊 做一個筆錄還有報案 他就是等我們這條消息 附近民眾對這樣一號以車換車 站車格的人物都相當熟悉 不過車主也出面喊怨 車主強調自己沒有違規 也沒有恐嚇的意思 台北市寸土寸金車位難尋 像這樣沒化現的灰色地帶 相關單位將會堪改善 別讓疫情之下生意難做 停車又成為糾紛源頭 記者綜合報導 好 剛加入聊天室記得幫我們按讚應援 在疫情期間其實計程車司機啊 他們的收入呢大幅的減少 因為外出的人少了 他們只能 就在開車開久一點 結果在苗栗呢 有一名陳姓的駕駛說半夜11點多 他還在後龍火車站前面排班 沒想到呢 人煙細草的情況之下 被歹徒給盯上了 持刀搶劫計程車司機 駕駛身上也只有300塊 全部都給他了 計程車在火車站前等候 一名男子看到問獎窗戶沒關 突然靠近駕駛座 他不是要搭車 而是持刀搶劫 放到這邊 然後就是到處放到這邊 然後錢拿出來 深夜11點多 後龍火車站根本沒人 駕駛沒辦法求救 只能把身上的錢全部拿出來 嫌犯拿到錢轉身逃逸 問獎立刻報警 嫌犯也很狡猾 要騎車錢還特意更換上衣 跑到郊區遊蕩 沒想到還是被警方逮到 從車廂中找到犯案工具 過程中造成胸部化傷 所幸無大礙 警方於案發後50分鐘內 及藍茶或嫌疑人 犯案不到50分鐘就被抓 離心嫌犯相當年輕 他說因為無業沒收入 才起了歹念 疫情期間 消防司機收入大減 只能延長公司 賺取微博車資 沒想到只賺幾百塊 就在火車站前被搶 其他問獎 聽到這件事也怕爆 只說以後再也不敢排莫班 節目料理綜合報導 教事室 電動作 警方 最隨便 電動作 電動作 另一 復活